第23题初级能源储存于自然界中 不需转化即可直接使用 可分为再生能源与非再生能源 以下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看到B选项 核能属于非再生能源 这个是对的 核能的材料是右矿 矿物都是非再生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对的 以太阳的核反应为来源 这个说法非常的奇怪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重点是 太阳的核反应是核融合 而我们现在使用的核能是核分裂 跟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句话显然是错的 受到日照情况的影响 这个跟核能也没有关系 这个应该是太阳能 才会受到日照情况影响 这个说法也是错的 因此第23题问我们 以下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核能属于非再生能源 以太阳的核反应为来源 受到日照情况的影响 而其他的叙述都是对的